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估计应该是会在这个最下排出现某种僵尸 然后这个僵尸会沿着这个坑道前进 然后跟我兜个圈子这样的感觉 我先不造吧 我先不造东西 我想知道这个僵尸走过这个坑之后是会跟着坑走呢 还是会直走呢 我比较好奇这个问题 看一下 它会跟着坑走还是直走 应该是直走 看来果然是这个 果然是这个只有从这个最下一排出来的东西啊 才有可能是跟这个坑 坑的路线走过来的 那么这一关打完之后呢 我们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植物 嗯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都是一些这个在之前的网络版里嘛 没有记啊 不是网络版 在之前的手机版里没有见过的植物 那么这一关应该是 青尸黄林 应该是新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啊 我们恭喜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那么 基本的防御攻势已经造好了 下一步就要等着这个他们的大怪来了 不是等着大怪来啊 就苦无了 等着他们这个长得比较特殊的怪来了 那么我升级了 我升级过了这个科技 现在是就是这个网络版不像我们这个单机版啊 它是直接有一个双发可以选 而是网络版更加是像这个 我们之前玩的植物单将是一 就是当你把这个 但是但是网络版是要有一个科技术的 科技术之后我们会见到到 就是你要把这个科技术升完之后 然后把两个单发豌豆得到一块 就是一个双发豌豆 总体上也不错 虽然说CD比较长 但是省钱 而且有利于前期布局 有利于这个前期的布局 不用这个攒钱去开双发 哦果然这个木马将尸啊 这个骑兵将尸 有马的就是骑兵啊 对不对 五马就是步兵嘛 啊害怕竹小龙 竹小龙好像就是这一关 我们打完之后 应该可以得到的那个道具啊 啊可以得到那个植物 那么打完这一段看看 那个植物是干嘛用的 啊这是普通将尸 这就是跟这个一般将尸一样 只是长相略微这个奇怪了一点而已 啊背着武器 说起来这个坑道 它最大影响的就是让我少造了一趟东翔 嗯太阳花少造了一排 植物道也省了一排 好像在坑道起点是不会出现其他强势的 这一点比较好 否则的话最下一趟还得造一个弯豆什么的攻击影响 好那么这就是最后一波 打完这波之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植物啊 名字叫做这个竹小龙的植物 啊会很好奇啊 是个什么样的植物 哎 有些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 这个强化我感觉我有一半打在这个僵尸的身上 但是却没有掉血 好开包 啊这就是竹小龙了 啊攻击周围八格 攻击周围八格 哎这这个感觉像是白菜的强化板啊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强化板的白菜 说起来这个游戏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卡的 好 那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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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